《孔明的新書》 就是將一個宅女變成女神 再將自己變成兵 其實這類型的題材也是 在高燈裏面都很熱的 因為在高燈裏面 有很多宅男 也有很多宅女 同時也有很多女神 因為女神就是要找一些宅男 去將她做自己的兵 所以這一個題材 很容易讓我們這些網民 一看就會覺得 可能她在說我代入 很容易代入到 我本身是一個宅男 你是不是在說我 我其實都是別人的兵 你是不是在說跟我類似的事情 會怎樣發生 很寫實 而且這一類的所謂宅男 宅女 女神 兵 我想都是近代少少 近這幾年才開始盛行的 至於孔明其實也是 他都不是一個近這兩年才出現的作家 其實也是 很早幾年 我都已經留意到他 他那時候 舊小的作品 就是一個穿越時空的男孩 那時候我反而看他那個作品 我就幾驚訝 因為以前也是 其實不是太流行的 所以變成了 尤其是在一些不太盛行的風氣的時候 如果有些人這麼認真地去寫小說 我覺得是更加難得的 難得 現在當然很盛行很多人寫 但以前不太流行的時候 都還有人去寫 其實看到他對寫作的興趣 應該都是幾濃厚的 而且當時也是一開始 他都帶出了一個風氣 就是很多人喜歡用第一身去寫作 因為以前我們很多時候看小說 或者看一些網絡作品 或者其他實體的作品 很多時候都是用第二身 第三身去描述一些東西 他用第一身去寫作 變成了大家就會容易一些 從他的角度去看回整個故事的發展 會是怎樣 而且他算是較早期去寫一些 一些科幻性的故事 因為科幻性的管制 我覺得幾難拿裂的 你太天馬行兇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會覺得你吹嘴不閉嘴 但你又要有少少科幻下去 就是有少少天馬得來 變成了幾難去控制 我覺得這方面孔明做得不錯 所以這次就由科幻少少 轉了去講宅男宅女 講自己 然後又講女神 其實這次我覺得他這部作品 雖然都是用自己的感情觀 那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網民 他們怎樣去成為人家的兵 或者那些女神怎樣收兵 那也都給到我覺得年輕人 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現在或者其他人 你會看到現在的年輕人 那個愛情觀是怎樣 或者他們男女之間的那種關係 那種角色是怎樣 那我想很多成年人去看 可能不太明白 原來年輕那班是這樣想的 那對大家來說都可以當是 有一種參考的價值 那當然如果大家再細心看下去 你會看到其實在他的母仔裡面 是還會有一些啟示給大家 或者啟發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可能年輕的就可以反思一下 現在年輕人那種感情觀 和愛情觀 那到底是適合嗎 或者是適合還是不適合呢 那至於他之前有作品 現在也都有新的作品 如果你說他的個性 我覺得我接觸他 我覺得他較為文靜少少少 就是內斂少少 那其實他和張飛仁 或者赤可症那些 就較為不同了 可能赤可症那些 剛才說的老少少的 那張陣那些 就和他幾會說話的 可能是社交少少少 那孔明就很不同 孔明就較為內斂少少 雖然他內斂 但我覺得他又不算是很窄的窄欄 我覺得他又不算窄的 只不過是可能你要和他 了解多少少少 熟樂多少少 其實他都會跟你說到很多東西 但是變成 你都可以透過欣賞他的作品 你可以了解多些這個作者 至於事件上面 其實孔明就沒有太多特別的事件 就是說在網上 其實他和那些讀者 和其他作者之間 都沒有什麼衝突的 那我看到他的讀者 有時候都幾疼他的 就是有少像張臣那些讀者 也不會去罵他 透過罵他 去逼他給故事 反而是覺得這個作者 是值得欣賞的 我真的喜歡他的作品 那我會反而耐心少少 去等他去Post那些作品 那今次他的作品 就叫《那天我出席了一個作禮》 那蔣薇的人氣 在高燈上面 我覺得都OK的 就是說其實 都有一些忠實的讀者 會留意他的 那其中一個原因呢 不知道是否因為 他是紅字的User 那所以你知道 有很多時候很有趣的 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是紅字的User 特別多人會留意 特別多人的 但之後呢 不知道你 知不知道呢 原來他是一個 紅字的男User 就是當我出來見到的時候 原來你是掌名 那你見到就是 他的名字 覺得很漂亮 走出來呢 是男仔來的 那還有一件事 就是其實他給我感覺 就是他的個性 都幾溫暈那種的 就是詩詩文文啊 那又不算怕醜 那都幾健康的 那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呢 其實他和張神 好像有些曖昧的關係 那在網上 有時他們又會 在那些圖上面 打情罵照 那當然以前你以為 去控制他 那還有一件事 很特別的就是呢 其實他和張神 應該真的很老友的 那他們也有在 幫某報紙呢 去寫個專欄 那說一下一些愛情的看法 那這件事 也都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在網絡上面 我們可能一些 網絡小說作家 那寫到一些作品了 那除了有網民 會欣賞的時候呢 其實實體媒體呢 可能都會欣賞你 那變成 可能那些實體媒體 你告訴他 我是高等網站的小說家 寫過什麼的東西 那你跟他說 我幫你寫專欄吧 那其實有機會 都會有人去接受你 或者甚至乎 邀請你寫都不出題 那這個都是一個 挺好的風氣 那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你在網上寫的寫得好呢 那其實其他地方 都會有 不懂得欣賞 都會馬上去用你的作品 或者邀請你去幫手上 那變成就 不只是在網上 你可以由網上世界 帶到來現實世界 那至於作品上呢 我記得 蔣薇就可能 我認識的呢 就不算很多作品 那或者可能 它是較為新進一點 那我覺得它寫東西的 故事內容就幾細緻 幾細緻 還有那些人物 或者故事呢 都刻畫得 那些鋪排都寫得幾好的 那這個是我第一個 認識它的作品 那希望它接下來 會再多些不同的作品 那至於事件呢 它都不算多特別的事件 就是它跟它的讀者 和其它作品之間 都沒有什麼衝突的 那變成都是很和諧 很融洽地去互相尊重對方 和它的讀者之間 都維持到一個 挺好的關係 那希望我不會因為 因為我揭穿了它原來是男生 搞到它的讀者失望 那你當著它是女生 看它的故事 那可能會有另一番風味 的